我们来学习这个通用标签 那我们在学这个通用标签的时候呢 会跟直战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第一个标签叫property标签 今天上午用那个是吧 用来输出一个直战属性的直 现在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哈 这个标签叫property property什么意思啊 属性吧 所以说它就是来输出一个直战属性直的 那它有这样的几个对直战里边属性的一个直 直战里边什么属性啊 直战里边某一个对象的属性 这样说比较确切吧 当然了它也可以是map战的一个属性 是吧 今天上午的话呢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 看红色字体这个 如果外流属性没有给出的话呢 直战站顶对象的值将被输出 我们来写一个gsp comment tag gsp 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在这个页面去撤那个标签的 我们必须得经过一个action 然后怎么了 然后往里边往直战里边压入一些属性值才可以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product 我们来写一个方法 PublicStreamTaskPack ReturnSuccess Page一下 ActionTaskPack Class ActionC Method PasteTag Result Common Tag.gint 我们在这个页面上呢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直战的这个基本的效果S 没有是吧 是什么呀 给导入标签 好了 我们先S debug 我们看一个在直战的这个基本情况 找一个 但我不能让直接走哈 或者直接走一下也行 没起来 为什么呀 有错是吧 往上翻 他说 这个类没找着 C 过来 哦 过了一个空格啊 好纯 下来 好了 打开 大家看 现在在这个直战站顶的是不是一个DefaultTagProvisor 啊 并没有Action 为什么没有Action呢 你没经过那个Action吗 对吧 我现在是直接来的这个GSP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通过一个index 一个超链接过来的话 就不是这个效果了 就不是这个效果了 A CraftTest Tag Action Test 好了 再看 这个时候这直战站顶的是谁了啊 是不是这个Product了啊 打开 大家看 直战站顶的是这个Product 然后的话呢 有ProductPrice ProductName ProductID 这我们都知道 怎么还有一个Session跟Request呢 说 没有一个方法 没有一个read方法吧 是吧 嗯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的确是定义过这样的两个属性吧 但只有set方法 没有get方法 哎他也能够给我们显示出来 但现在这个值战里边的属性值啊 没有 我们把这个值的话呢 给它复一下 过来 看这儿 来 先 先完 再来 再走 大家看 我这个站顶的还是谁啊 站顶的还是这个product 不过我们看这个 dscpressnameid是不是有值了呀 OK 这个时候这个product在直站的站顶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实际上就有一件事情 我们还挺好奇的哈 stratu到底什么时候 把这个对象 放到直站站顶了 他一定是有一个时刻放了吧 什么时候放的 大家说 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能看到他是什么时候放的呀 我们想知道是吧 什么时候放的 你说我要是想看的话 我怎么我怎么样才能看到 stratu什么时候把这个对象放进来 debug 对 debug 是肯定的是吧 那debug 我在哪块是打断点啊 在哪 哪块打断点 最恰的 就是他一定是有一个时刻把这个对象放进了吧 哪个时刻放哪个时刻打断点 最恰当 我们上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讲了这个对象站啊 这个对象站有一个什么方法 一个布置方法吧 那这个时候是往里边放的吧 哎 我在这块打一个断点是最恰当的 我就知道啊 什么时候 把这个 product的对象放里了 然后呢 这块打一个断点 我在这块我再打一个断点 这不是放的吗 两处 好 debug找一个 来 注意看 刷新 大家看 这个时候是往里放吧 不过这个时候放谁啊 是不放那个debug tag provider 这个是在展那个直站的那个站底吧 这底下再找一个 哎 这个时候放的是谁啊 放的是这个product 不过这个时候这个product的这个属性值啊 它都没有呢吧 看什么时候放的 初步的看一下这个流程哈 这流程我们从哪开始看 应该从这个filter开始看 怎么这么说呢 回来 我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filter啊 stress prepare and execute filter 那叫do filter方法吗 所以说 从这个filter开始看 好了 这个filter 这个filter 圆码 do filter这个圆码 我就不走了啊 这个圆码 回来大家看一眼了 这个圆码是谁的呢 是stress里边 有这么一个filter 那我就关联一下吧 java open source 2.3.4.15 走 好了 回来 哎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来调这个execution方法 往上 往上看 是不是那个do filter方法呀 看见了吗 哎 前边的话呢 会做一些准备 比方setcharacter encoding啊 创建actioncontext啊 是不是那个action上下文呢 好 往下翻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块 我这个mapping不是空吧 mapping不是空吗 那个action mapping 这个 mapping是什么东西 大家说呀 就是我那个action映射吗 我action那个配置不是空 所以说 他尝试着去执行action 在这呢 好了 往上走 然后的话呢 他调了一个 叫execution operations 执行这个action方法 再往上来 哎 也是去执行action 我们看到哈 他并没有直接去执行那个action 而是先创建了一个action代理吧 因为我在执行action之前呢 我还还需要去调用很多拦截器 所以说 我干脆 我在执行这个action之前 哎 我先来创建了一个action的一个代理 好了 注意这一步哈 然后呢 啊 是创建action的代理 这也一样 出现代理 再来 创建action代理 这块的话 这个代理已经创建好了吧 叫stress action proxy 然后怎么了 把这都要返回了 在这个之前 我要调个方法 叫proxy 但prepare方法 原来之一就是 我得对这个proxy进行点出始化 再来 prepare方法 再走 哦 进行出始化 init init 这个代理是谁啊 啊 叫 stress action proxy 再来 还是叫init 这个时候怎么了 看到了吧 这个时候把这个action 放里了 所以说 什么时候放到这个action呢 这样的一个点 我在调用action之前 我需要先为action 充建一个代理 对这个代理对象 出始化的时候 我把当前action 放到了这个直战里面 不过这个时候 这个action呢 还是一个裸的action 属性还没有完全被复值呢 好了 什么时候复的值呢 走 什么时候复的值啊 是不是直到我这个 pix的tag我才复值啊 this就是product吗 你看 还是空 我走一个 复一个值 看见了吧 这个复上了吗 下一个是dnc 复上了 复上了 OK 这个值复完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到了这个 直战的 我们到了页面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这样比较完整的一个 product 那包括每一个属性 都是什么样的 做一个笔记 说 使抓兔 把action对象 自动 自动 action对象 放入到 直战中 好了 我们说 什么时候放的 放入的时间点 为 为 终将 终于 终将 要用 action的 action类的 action方法 在我们这里边是谁啊 就是那个product 是那个taste的方法 就是说 要掉这个类的 这个方法 肯定要掉啊 但是 在掉这个方法之前 但 再 要用 该 方法 之前 OK 做了几个事 第一个事 先创建了一个 叫 stras proxy 全名叫什么 stras actionproxy 他先创建了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呢 说 我在 创建这个对象之后 对这个对象初始化的时候 再创建 这个 之后 对其进行 初始化时 把 action 对象 放入了 实战中 OK 我们知道这个时刻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确定 stras 2 的确是把这个action对象 放到了 实战里边 而且呢 我们这个值呢 已经做好了初始化 这些 我们都看到 好了 下边 页面这个已经有了 页面这块也有了 那我们这个spropt 标签是干什么呢 它是 打印这个直战里边 属性直的 瞧瞧 第二 来 sproperty 说呀 打印 直战中的 属性直的 好了 打印直战里边属性直的 它得说的具体一点 打印直战中 对象的属性直的 对 有两个战 对于 对象 战是 打印 实战中 对象的属性 直 好吗 打一个吧 sproperty value 我们知道 这个写法的话 叫product name 实际上 我是不是可以加一个零呢 多人是不是这样写啊 叫 站顶对象的属性 站顶对象的话 这个零是不是可以省了啊 是 就看到了这么一个效果 就是它吗 我写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附的啊 product name 在这 搞到了 那好了 你再来吧 那对于 map 站呢 就是打印 几处哈 request session application 或 请求 某个 某个 请求 参数的值 打印这个的某个属性值 这个的确是某一个属性值 或者是某一个 请求参数的值 搞一个吧 那某一个属性值怎么办呢 我在这个index的时候啊 我在这里面放个东西 date new 放你了 再打印一下 出来 s property value if站的话 需要加紧号吧 thession 点 找一个 我得先上这个页面 是吧 刷新一下 才能放吧 这个只有 没问题 好了 我们说 还有一个 请求参数的人 他也可以打印 加上一个问号 name 等于 act 确谷 就是也可以打印 找一个 这个是怎么打印的 看一个边吧 边 来 name s property value 看着哈 prometheus 点 name 应该是一个树主 应该是一个树主吧 我打印 0个 看结果 先回来 再走 add 硅谷吧 OK 到这块的话呢 我们关于这个 sproperty 就说完了 底下哪个debug 第一个debug 第一个debug 咋了 看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是不是放session里边的 找找 prometheus里边有一个name吧 叫session session里边有一个date吧 看见了吗 OK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property标签 那很多时候的话呢 如果要是仅是打印某一个值的话 用el更简单 下一个 url标签 我们可以 用url标签 帮我们动态的创建一个url 那常用的属性呢 有 action include parameters method name space value 跟wall 找一个 这个 s s url 创建 一个 url supr 或者一个url地址的 写一个吧 s surl surl 我要写一个地址 写杠 写杠 test url 写完了 然后再写一个 url OK 这个url是什么意思啊 我应该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这个字符串 放到了某一个预对象里边 所以说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打出来 写一个url 找一个 是吧 你看 是不是自动给我加上了一个斜杠啊 啊 stress 二杠 它是什么呀 是不是那context path 然后 case url 那光这么写的话呢 这太easy了 是吧 我们希望里边有点东西 好了 我们再看 还可以有什么呢 比方说 namespace 可以指定 哎 我叫的是哪一个这个 这个namespace跟谁用比较好啊 看到看到这个namespace 应该跟action在一起用比较好 啊 光构建一个url的话 这样还不够 有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往里边加一点参数 干什么参数呢 我想把那个product的id加上 很正常吗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写啊 来 比方说 at product 这样写的 然后呢 加一个id 看 s parum 注意这个写法啊 我写个name product id value这么写 value我也写成product id 就这么写吧 这个1001 我希望出的一个结果是 问号productid等于1001吧 看看 啊 果然是这样 是吧 get product 然后问号productid等于1001 好了 这是我们创建一个url的一个方式 那 再来 现在啊 我希望这个url是一个动态的url 我希望这个id啊 是一个动态的值 即我希望这个值来源于直战 跟前面不一样了哈 大家看我前面我这个是不是写死了呀 我在这块的话呢 我希望这个value是直战的那个product id 于是看那个写法 我先这么写 product id 先瞧着 看见了吗 它也是1001 我这样写哈 二 走一个 看见了吗 哎 我把这个写成2002 难道是混 难道是混了吗 保存 再瞧 这是不是还是1001啊 回来 注意看哈 它是不是自动的会对它进行odl解析啊 ok 对于 value值会自动的进行odl解析 你看这个时候怎么了 你要是前面我要是去搞这个id的话 你是不是还得写个el啥的呀 我直接写这样的一个属性就可以了 好了 那这种方式的话呢 我们觉得很好 那下一个 那 有的时候我可能不希望它进行odl解析 来 我这个值啊 就是一个字不串 比方说abcd efd 好 我们先找一个 看这个结果是什么 三 找一个 就没有了呀 哎呦 我这个abcdefg也可能是id吧 可能吧 id是字不串的行的呀 有可能吧 所以说的话呢 它对这个value值进行解析 自动的进行 也是进行 完了 那我希望它不进行解析的话怎么办 若不 希望 进行 odl 解析怎么办呢 则 使用 单言号 点起来 好了 解析了 单言号 一个 两个 再看 什么好用了 哎 这个时候引起了 我们看到什么呀 我们看到 我们死众阿兔的标签啊 跟那个直战之间的联系 特别的紧密 好了 这是我们关于sul最一般的用法 最开始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搞了一个 这个同学会想什么 这个怎么没解析啊 因为它是个数字 就是我一看这个 我一看的话 这是不是肯定不是你属性值啊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属性 就20062吧 没有吧 它不解析 好了 到这块的话 它一看 嗯 这是个单词吧 这有可能是一个属性吧 就解析 那这个 它也进行解析 希望不解析的话 用单言号给它建起来 好了 这是关于sul比较基本的用法 再来 还有 sul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action 一个action 只要一个action的名字 比方说 我们叫cast action 还可以指定 name space 比方说 这个叫 hello 我甚至还可以指定一个 master的 叫 sale 然后我指定一个 或url 4 来一下 url 4 看一下 这样写的话呢 是个什么情况 来 大家看 自动的加上这个context pass了吧 自己加的 斜杠加的吗 我们这块没写斜杠 没写杠 它自动它就加上了 然后这个test action是谁呢 说我要请求的是一个action 你看 请求的是一个action 这不是什么test save.action 我们加了一个方法吧 它自动加上这个 动态方法调用的方式 加上 这是构建一个 请求action的自不串 构建一个 请求 action的地址 好了 还有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用 我们看 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搞这个叫include parameter params 这个的话呢 指定是否包含请求参数 可以取之为no 第一个不是one 是no get 或者是all 我来写一个 大家看看 s url 我们整一简单的 value叫test url 我们过一个url5 我说呀 include params 我写个get 找一个url5 看 它会怎么样 大家注意 我请求的时候 我这块 我是不是过来一个name了 过来了吧 找一个 大家看 它是不是自动的把这个参数讲上来 这叫是不是包含请求参数 就这个意思 那all是什么呢 我还可以包含post的请求的请求参数 回到index 页面 form pasta pag action input type ex name u.name input type summit value summit 不定 注意这是一个get请求 这是一个get请求 我们先看这个get请求的 我先回退 刷新 我写个 d sd 走 退下吧 好了 我现在把这个请求改为post index 注意看 assert post 回来 刷新 大家看 这个时候它是不是没有加这个参数 没加 ok 我要是想加的话 我就得指定包含的方式是 包含它 再来 是不是有了 叫include params 还可以指令一个no no这个就不说了啊 不包含 这就是URL标签 我们希望大家从这个标签里边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标签跟直战之间的紧密关系 好 我们过来看一下我们写的这五个哈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用法 那这里边来我们要说 这个是指定什么 URL包含的请求 参数 然后我们说 这个2002啊 可能 是一个 属性 明白 然后 似抓兔就把这个值 直接作为属性值 似抓兔把2002直接 作为 属性值 OK 而这个 有可能是一个属性名吧 他要进行OGL解析 如果你不希望进行OGL解析的话 再单线号 好了 我们还可以直接构建一个action 而且呢 我们还可以指定这个 include params params 这个我们刚才 我们已经说了 SR2 会强制的对这个 v6值 进行OGL解析 如果要是不希望进行解析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 单线号 那么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v6值 写在 开始跟结束之间 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EL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使用OGL的话呢 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不用了 好吧 我先把这个发言举 大家先把这远远标签的话 先看一下 就接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